作词 李宗盛 在忙吗 如果您又要和我谈相亲的事 那我的确在忙 你都有喜欢的人了 我要是还催你相亲 这样别人家的姑娘不就吃亏了 我主要是有些着急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主动一点 你各方面条件也不差 硬憋着不去谈恋爱 小心到时候被别人节足先登了 唉 别的也没什么事了 就是和你打声招呼 我最近应该会过去看看你 好 电子门锁的密码还是和上次一样 没换过 节足先登吗 这么说起来的话 唉 能来点咖啡吗 感觉你上午似乎一直在打哈欠 是啊 前辈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昨晚没睡好吗 虽然努力是件好事 但也要注意休息 不要太过勉强自己比较好 前辈才加入律所没几年 如今就能够独立处理各类案件 这已经很厉害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既然如此 那我也会努力成长的 直到能帮前辈分担这些压力为止 这算不算传闻中的小奶狗啊 你最近桃花运很旺哦 我怎么就乱说了 刚才她的视线 明明一直都聚焦在你身上 而且 所理事好 嗯 那就麻烦你了 还是主动一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其实所谓的办事只是一个界 早啊 前辈 还有左律师 早上好 嗯 早 没想到我今天运气这么好 因为没睡醒 难得悟坐了向下的电梯 就碰到前辈了 所以前辈也和左律师一样 是每天开车来上班的吗 这样啊 我家在枫叶路地铁站 也是每天坐地铁上班 前辈家住在哪里 说不定我们以后 可以约着一起上班 他家和枫叶路地铁站 是相反方向 你们不顺路 那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 左律师是怎么知道 前辈家住在哪里的 和左律师 没错 他是坐我的车一起来的 怎么了 你看起来似乎 有些意外的样子 我只是有些好奇 为什么左律师 会突然想接前辈 一起上班 明明之前我 看前辈 似乎都是独自上下班的 也没有为什么 只是因为想这么做 所以就做了 记得趁热吃 记得趁热吃 你 没有 我 Misty 没 你 我 我 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我知道 那位去世的实习教师白于轩 他是我们学校隔壁学院的学长 之前条宿舍机缘巧合 我和他一起住过半个学期 他在校期间就挺不合群的 还有抑郁病史 估计是受不了职场压力 才冲动轻生的吧 白于轩 是这三个字吗 对 没错 怎么了 左律师也认识他吗 有些渊源 反出 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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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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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劳你费心了 李宗盛 我甚至不知道 他后来居然当了老师 我好几年前与老师一同接手过一起 与校园暴力有关的案件 他就是受害者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是啊 在我看来 他的确非常坚强 即使学校带给他的都是些不好的回忆 他依旧能选择回校认教 这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还有一位受害者 是他的父亲 嗯 在得知此事后 他的父亲曾独自赶到学校 想替他去和那些行为不端的学生沟通 但在这个过程中 却因为对方过激的言语举动 导致突发疾病身亡 原本就是单亲家庭的白玉轩 在这之后失去了仅有的家人 我和老师当时接受这起案件 就是为了替白玉轩 以及他逝世的父亲 争取到更多的权益 只能说 是在可能的范围内 所能争取的最大补偿了 但即使如此 也终究只是种抚慰 恶性案件所造成的影响 永远没办法被彻底治愈 它会持续影响着 每一位与之息息相关的人 在无形中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 我不能确定 我只是觉得 白玉轩如果真的选择这么做 至少是有原因的 很多年前 是我替他发生追责的 所以这次 我也想探寻他轻生的真正原因 我想知道白玉轩的死 究竟是否牵扯了旁人 比如他轻生前 是否有人刺激了他 不用了 我之前有问过宅兴 最近你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紧 我不希望你太累 是否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见一个人 这家餐厅凭借温馨的装修氛围 以及偏向大众的菜品与价格 一直以来都很受附近居民的青睐 每天开车经过这里 如果是用餐时段 这里都坐无许席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毕竟是以家庭聚餐为主打的餐厅 不是很适合独自酒餐 好 那就不要害怕试错 按照直觉来选 不 按照直觉来选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不过暂时不用换位子 麻烦先来两份今日推荐的晚式套餐 你应该就是汪远吧 如果方便的话 能劳烦你在忙完之后 和我们稍微聊聊吗 聊聊 我应该不认识两位吧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们之间要聊什么 你是彩华中学的学生 应该还记得前天的那起坠楼事件吧 当然 白老师的事 当然记得 我们是白于轩 也就是你的班主任白老师的代理律师 最近正在调查这起坠楼事件的原委 调查 所以你们也觉得白老师不会无缘无故就轻生 他是被人害的对不对 这点暂时不能确定 我们也还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 通过初步走访 我听周围的邻居说 经常能看到你出入白于轩家 看起来关系似乎不错 白于轩的人际关系简单 父母早逝 周围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 我们就想向你了解一些有关他的近况 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知道了 等客人稍微少一点之后 我再来找你们 那就麻烦你了 我再来找你们 我再来找你们 我再来找你 你 我们如果是 我再去把此事 那是 所以 我再去我们 看起来 你 我再去 我再来 是白玉萱的远方亲属 我听说他们专程从外省赶来 正四处咨询律所 想要完全追究校方的责任 以求获得巨额赔偿 起初他们因为对方承诺的 一些营头小利 选择了巴德尔旅所 没错 不过后来我们稍微协商沟通了一下 这起案件还是由特密斯接下来 我承诺不以任何形式收取诉讼费 但条件是 要以事实为根据追责 我承诺不得买 我承诺不够买 我承诺不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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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的采华中学 也在寻找律所替自己进行辩护 学校的意向也是巴德 根据禁止双重代理的规定 同一律师事务所禁止分别担任 同期案件原告被告双方的代理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白玉轩的亲戚 若论给出佣金的丰厚程度 他们是比不过校方的 如果巴德尔接下了采华中学的委托 那他们想替白玉轩打赢官司 就只能选择我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替白玉轩打赢官司 善娶 세례 抱歉,久等了,我们去角落的那个位置说吧 无论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看来,白老师是绝对不会做出亲生这种事的 出事前几天我还去过他家,他明明没有任何反常的地方 根据警方的调查,在白玉圈坠楼之前确实只有他一个人,不存在被人蓄意行凶的可能性 但是侵害的定义不单纯只包括身体,也包括心理方面 我们就是为了弄清楚是否有人通过刺激白玉圈而导致了这起案件,才会继续在这里调查的 我明白了,如果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地方,尽管问就好,我一定知无不言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啊,那是白老师邀请我去的,他是为了照顾我的情况? 啊,那是白老师邀请我去的,他是为了照顾我的情况? 哦,我是单亲家庭,母亲现在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白老师是担心我的生活问题,才会经常收留我回家吃晚饭的 再加上我常常会花时间去打工赚钱,为了不让我学业落下,他还会趁此机会顺便帮我补课 一样,这个好像没有 一样,这个好像没有 在我看来,白老师的经济状况并不窘迫,肯定不存在债务问题 而且,他为人积极乐观,平时也常常会鼓励我 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出他到底为什么会轻盛 好吗 好吗 好的 那天是周二 按照彩华中学的惯例 在晚自习前 会有一小时的兴趣活动 一般就是像 绘画 网球 或者陶艺之类的活动 都是由老师带领组织的 我和几位同学 因为课业问题就没去参加 留在教室里改正试卷 当时我做题做得 有些头疼 就想去窗边透透气 然后 然后就看到了 救校舍的那一幕 白云轩也有自己组织 什么兴趣小组吗 啊 有的 没记错的话 这学期他教的 应该是不支部手工吧 啊 没错 白老师手很巧的 我去他家的时候 看到过很多 他手工做的小玩意儿 这么说起来 兴趣活动开始后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 曾经有人 来办理找过白老师 白老师在下课后 没有去兴趣小组的教室 那段时间 一定是那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 警方调查过监控吗 警方最开始就查过 白云轩的行动轨迹 但旧校舍附近 有很多监控盲区 直到出事前五分钟 隔壁楼的监控 才记录到 他独自登上天台 学校啊 如果只看升学率的话 那的确是所好学校 在确定白云轩的 坠楼原因之前 我们必须逐一筛查 和排除各种可能 学校是事发地点 所以我们才想了解一下 其本身是否存在 促成白云轩轻生的因素 请放心 有关今天的学问内容 我们绝对不会 告诉校方的 我知道了 我们学校升学率很高 与此同时 校规也极为严格 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嗯 这些校规光是大类 就有诸如课堂纪律 校园卫生 社交规范等将近十多类 更别提那些细小的规则了 连同学之间的相处模式 都有严格的规范 比如 应该保持多少距离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等等 上面都有写 而且处罚非常严格 轻到全校通报批评 重到退学 处罚方式应有尽有 这个 我不是特别清楚 只听白老师在私底下 稍微提过几句 和学生的差不多 据说 老师之间也有一套 自己的规范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进行各类考评 我们学校在圈子里 非常有名 如果在这里 因为染上污点而被辞退 就很难再找到好工作了 彩华中觉得校规那么严苛 按理来说也不会允许学生进行校外兼职的 所以你打工这件事学校知道吗 知道 之前我就在发传单的时候 被白老师撞破过 但我的家庭情况比较差 不打工根本就付不起学费 对 于是 白老师在多次帮我向学校提交申请之后 学校才破例同意了 学校才破例同意了 之后 他不仅借钱给我 还给我介绍了这家餐厅 在这里打工 不仅比之前轻松 工资也高 他的确是 我一直都很感谢他 好像是没有 白老师脾气挺好的 大家不至于在明面上和他对着干 不过 有学生在私底下议论过他吗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有过 班级里有些小团体 会在白老师离开后 偷偷围惧在一起说悄悄话 他们具体谈论的内容我听不清 我也不确定究竟是不是坏话 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吧 望远同学 在你看来白玉轩和其他老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我个人感觉 他和其他老师之间的关系 应该不算好 除了公事以外 其他老师明显都不怎么愿意搭理白老师 其中就属李老师最明显 尤其是前段时间 他经常对白老师冷言冷语的 大家多多少少都撞见过 李老师的全名李玲玲 他是隔壁四班的班主任 白老师出事后 现在也兼任我们三班的代班主任 我估计还是因为我们班的缘故 为什么这么说 也 也没什么根据 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们班的成绩在整个年级垫底 再加上部分同学 经常会做出违反校规的行为 所以 有次在办公室里 我就听到其他老师在议论 说白老师不会带学生 前段时间春游 白老师掉队的事 他们都是拍完合照才发现的 好像是走山路的时候 不小心滑下山坡了 我当时为了省钱就请假没去 具体情况也不知道 只听说白老师是当场昏迷 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 休息了几天才回学校 事后你是否问候过白玉轩 或者她是否主动向你提起过当时的情况呢 我问过 可她只说是自己不小心滑下去的 其他什么也没说 对不起 我知道的不多 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 求你们一定要好好查查 就算 就算白老师是真的自己选择轻生 我也想知道原因 时间不早了 我们送你回家吧 不 不用麻烦了 我是骑自行车来的 我自己回去就好 那就把自行车放在后备箱里吧 你现在的精神状态 骑车太危险了 走出阴霾的唯一方式就是前进 要继续前进才行 这是白玉轩学生时期曾经说过的话 虽然她暂时驻足了 可你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在长成为能够彻底独当一面的大人之前 多依赖下旁人也没什么不好的 如果往后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知道了 谢谢左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下班后 要辛苦你和我一起去趟学校了 从往远的叙述中分析 白玉转为人和善 积极乐观 但奇怪的是 她却似乎和周围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没错 虽然这也可能和她所带的班级以及资历有关 无论如何 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尤其是那位汪源口中的 经常对白玉轩冷言冷语的李老师 感谢观看 我没什么厉害的 当年帮白玉轩获得赔偿后 我就没再关注过她的情况 现在想想 如果我能和她保持联系 或许在遇到困难时 她还会想起来找我帮忙 所以对我而言 现在只是在弥补当年没能尽到的责任而已 后悔什么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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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你说的没错 是该卓妍于当下 哦 抱歉 我接个电话 警方通过白玉轩的手机 发现她坠楼前不久 曾与李玲玲有过通话记录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把这掌楼前来 然后让她和她带 gek 我来 说 我说过很多遍了 小园内禁止谈恋爱 这是大忌 难不成 你是想被退学吗 嗯 说过 是啊 简直太倒霉了 平常上他的英语课已经够烦了 没想他还当了班主任 还能是为什么呀 当然是因为太严厉了呗 整天不苟烟笑 规矩和要求又多 都快把人逼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昨天还被他狠狠训了一顿 附带这车的作业加倍 我看徐柔说不定就是因为怕了他 所以最近才一直请假的 别说是我们了 就连白老师 以前不也经常被他甩脸色吗 现在职场霸凌是热门话题 我才说不定啊 他就是害死白老师的罪魁祸首 别乱说 要是被听到 你就要被请家长了 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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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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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我们是特密斯律所的律师 今天上午给你打过电话 请问你现在方便吗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想了解有关白玉轩的情况 了解情况 你们是受雇于他那些没有良心的亲属 专门来找漏洞 好索要赔偿吗 我们现在主要是想调查清楚 白玉轩坠楼的真相 这决定了之后该如何进一步处理这起案件 如果这起案件存在其他侵害方 那赔偿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算是对白玉轩的一种交代 随便你们吧 想问什么就赶紧问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和你们耗着 这件事早上的时候已经有警察来问过了 我还是一样地回答 我之所以会打电话 只是因为他缺席了兴趣小组 有学生在到处找他而已 然后他就说自己知道了 就这样 你是在怀疑我吗 那通电话只有一分钟不到 我哪有机会说别的事 没有 他就是那个样子 看起来很开朗 实际上是个闷呼噜 什么事都往肚子里憋 看来你似乎十分了解他 这种事谁都看得出来 不需要特别去了解 那最后一个问题 在不久前的春游中 白玉轩调队受伤了 其中具体情况你了解吗 他为什么会跌落山坡 不清楚 我是负责带四班的 除了最后他受伤时我去帮忙外 其余时间根本没见过面 明白了 我们想了解的事情就这些 接下来就不打扰你了 慢走 去 hell 找人 那通电话正如她所说 的确只有一分钟不到的通话时间 如果他没有对谈话内容说谎 那除去询问白玉轩的去向之外 他确实没时间再去谈及别的事了 警方目前正在对全校其余监控进行排查 确认是否有人在白玉轩出事前接近过救校舍 我们的话可以先去看看春游史 白玉轩跌落山坡的事发地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orres 人在独处的环境下 通常会更加警惕小心才对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意外 人在独处上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白玉轩在事故发生之后 应该会立即报警 不 能够提出不同的思路 对于案件的调查是种帮助 我之前问过警区管理人员 所有春游的队伍 都会有一位警区导游随行 自己接待的队伍发生了事故 当时的随行导游 应该会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去找那位导游 向他打听一下 白玉轩调队的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行 警区刚才已经事先打过电话给我了 你是想了解采华中学的春游情况对吗 你是说白老师吗 我当然记得 是位脾气很好的老师 不过 没想到后来居然会发生那种事 明明当初和他聊天时 感觉他还挺乐观的 当然 那件事之后 警区还给我们开了反思会 说不仅是学生 也要照顾好老师什么的 应该也不算是调队吧 我记得他和我打过招呼 说是要去找一名老师 姓什么我忘记了 反正是隔壁寺班的 好像是听别的学生说 那位老师落队走散了 所以得回去找一下 不过后来也没听到什么后续 只知道 最后他不小心摔落山坡受伤了 最后他不小心摔落山坡受伤了 说是刚刚有队游客 在走十梯下山时 不小心摔倒了 这才引起了事故 具体情况我也没多问 只能祈祷没人伤亡了 没事 放心吧 我现在在山上的凉亭长廊那里 刚刚向带队导游问完情况 我听带队导游说 李玲玲当时因为吃坏了肚子 而频繁找厕所 所以的确是常常消失不在 不过她曾和导游抱贝过 所以双方会同步所在位置 不存在调队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别动 马上就好 应该是之前沾上的 一直卡在头发里了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别乱动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受伤的患者就是小姑娘你吧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医生 情况怎么样 哦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轴关节脱臼 接上后按时服药 一周后就能进行小幅度活动了 不过彻底康复 估计得各把月 在这期间记得不能提重 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哦 知道了 对啊 这种程度的脱臼 一会儿就好 很快的 不过就是过程中可能有些疼 小姑娘 你稍微忍忍啊 没事的 很快就没事了 会许是吧 会许是吧 疼的话就不用强忍着了 没关系的 疼的话就不用强忍着了 刚才那一下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两位都可以松口气了 好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害怕吗 结束了 小姑娘还挺勇敢的 你比我想象中要坚强 不过有时候 不用那么坚强也可以 想哭就哭出来吧 小姑娘还挺舒服的 祓呀 我的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 和律所无关 只是和方月山景区有关那些事而已 不仅仅是那期踩踏事故 包括你的失足衰落 目前来看都有景区的过失 因为年久失修 他们栏杆处的锁链老化断裂 这是引发这两起事件的根本原因 没错 既然景区存在过失 那就有必要追责 我来就好 在你恢复期间 白玉轩的案件我也会持续跟进 这点你不用太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再加上当时白玉轩并没有追溯过这件事 所以实际情况很难界定 不过有一点的确比较奇怪 这家医院距离方月山景区较近 当时白玉轩也是被送来这里进行治疗的 根据值班的护士所说 白玉轩从昏迷中醒来后 并没有提及自己在找什么人 的确没有 而且那位护士说 自己对白玉轩印象非常深刻 没有记错的可能 因为他在醒来后 就一直一言不发地躺在病床上 以至于那位护士还有些担心 白玉轩的摔伤不只是脑震荡那么简单 你呀明明刚刚才吃过苦头 这么快就忘记自己是伤者的事了吗 之前说过了 白玉轩的案件我会负责跟进 你现在只需要好好休息 耐心等待警方对监控的调查结果就可以了 你们真的不 dismissed 一下ori 在边编板上 想要插手工作可以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在恢复期间住进我家 让我能够确保你不会勉强自己 不然的话 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家里休息 不准插手任何有关工作的事情 您是认真的吗 也不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恢复期间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觉得很不习惯吧 你从刚刚到现在都没变过姿势 这么端坐着不会累吗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你应该也累了 二楼的客房已经都收拾好了 里面有独立卫浴 待会儿洗漱完后 就早些休息吧 在搬离父母家之后 我就基本没有在属于自己的私密场所里和其他人一起住过 所以如果有什么冒犯到你的地方 记得随时告诉我 希望你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放轻松些就好 不然就失去了让你好好休息的意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心吧 不打扰 留你在身边是我的提议和选择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做出这种决定 所以你不用觉得有什么顾虑 放着你一个人 我反而会担心到睡不着 没事吧 没事吧 等等 时间也差不多了 睡觉前先把药膏换了吧 我帮你 如果弄疼你了 记得告诉我 很快就好 手臂吗 不知道是不是骨折了 先别动 是不是很疼 已经好了 待会儿睡觉的时候 记得稍微注意一些 不要压到手臂 避免二次脱胃 在这儿睡吧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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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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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注意就睡着了 还难得做了个梦 吓到你了吗 我梦到 我梦到 没什么 只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梦而已 反倒是你 这么晚了还没有睡 是手臂又开始痛了吗 没有 不是这个原因 我刚才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所以才会睡得比较晚 因为有些声音会让我觉得更加放松 所以就随便放了一部电影 没想到就这么睡着了 想要一起看吗 稍等一下 我调到开头 那好吧 不过这部电影 其实也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 只是在描述一名男子的一生而已 就像很多人感叹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就好一样 她的一生就是做倒着走的时钟 和所有人都不同 她出生起就是垂暮之年 所谓成长 也就是慢慢成为懵懂孩童的过程 再继续说下去 就是剧透了 没有改善 但大部分时间中 她与自己的爱人都是相对而行的 在短暂的交汇后 又背道而驰 电影就这样平铺直续地描述了她的一生 所以对于评价和感悟 也是众说分远 在你看来 这算是一种悲剧吗 你说得没错 是该如此 电影终究只是一种艺术作品 我们都是默认 只要主角们足够勇敢 就会有完美的结局 如果是身处于结局未定的现实 你还愿意从最初就义无反顾吗 很可惜吗 电影终究只是一种艺术作品 我们都是默认 只要主角们足够勇敢 就会有完美的结局 如果是身处于结局未定的现实 你还愿意从最初就义无反顾吗 我愿意 如果每个人的终点都是别利益 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 那至少我想着眼于当下 让注定是悲剧的故事 尽可能变得圆满一些 我已经不想再给自己留药 任何会在未来感到后悔的遗憾了 后悔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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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